总统蔡英文目前出访友邦贝里斯 还到国会发表演说 总统强调台湾跟贝里斯的友谊 不是建构在空洞的承诺 或领导人一时的政治想法 他也暗抢中国 有些国家试图破坏两国友谊 但台北关系仍紧密相连 接下来总统回程会再过境美国 总统府也证实 美国时间4月5号 蔡总统将跟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会晤 总统蔡英文出访我们的友邦贝里斯 来到这边相当重要的是 进入到贝里斯的国会来进行演说 总统参议文访问邦交国 贝里斯进入第二天 前往位于首都贝尔默潘的国会发表演说 不管是基础建设 医疗 农业 还是教育等计划 总统期盼深化台北合作 台湾和巴黎 没有建立在我们的政治家庭 这就是一个友谈 这就是一个友谈的 在过去34年 有所运作的成果 有所运作的成果 从两个国家里的利益 台湾和贝里斯的关系紧密 总统感谢贝国在国际上 为台湾发声 但中国使尽各种手段 扬售台湾的外交空间 我们认识 那些国家 施行进入这些友谈 我们都仍然在近 因为我们的共同价值 和我们的共同价值 为更加坏和平坏的未来 我们也继续努力 为证明 都爱想阻挡 我们跟各国交朋友 但友邦依旧情义相挺 而接下来回城 将过境美国洛杉矶 跟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会晤 麦卡锡办公室 发出采访通知 确定美西时间4月5号 在雷根图书馆 跟蔡总统见面 引用雷根总统的一句名言 如果正义足够勇敢 邪恶就会失去力量 民主台湾要跟民主的国家 进行交流 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 中国没有智慧的余地 总统 准备好要跟麦卡锡见面 聊些什么了吗 釜方罕见提前发出 在美国境内的会晤行程 这是蔡麦双方 达成共识后的决定 也让台美的国境外交 再有新的突破 记者夏宇先生 在贝里斯的采访报道